当我现在点选档案 那个再入影像 我先随便去再入一个影像 然后OK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现在再把刚刚那个影像叫出来 可能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我现在等于是说 刚刚那个影像还在不在 刚刚那个影像 因为我已经储存了 好 我现在把它再叫进来 所以档案再入影像 我刚刚做的影像是放在 我放在是这个 这个影像 现在麻烦你把 刚刚刚那个影像再入进来 OK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现在已经变成全部都在一层了 你有发现到这件事情吗 也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 我今天 你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今天我去储存 我去储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另存影像 可是你可能会想要把它存 存成到时候日后还可以修改那个涂层 那怎么存 另存影像 另存影像这边 我们是不是有看到什么 BMP JPG PNG 有看到 如果你把它存成JPG 它就只会有一层了 好 我们现在存在另外一种 假设 假设我现在呢 我在 我在这上面 我再增加一层好了 新增空白图层 新增空白图层 然后 我去加个文字 好 随便 发票存载具 好 然后对 对讲 什么 轻松对讲 然后 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 把这个文字呢 稍微放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只是特别 特别要 告诉你 好 你看这边 我 我这一层 看你要不要再去做一些层次 可是我至少有很多层嘛 如果你刚刚存字 另存影像的话 那那些层全部都会变成一起 那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 就是什么办法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做BMP 还有JPG PNG TIF 还有这个工作档 有看到吗 FollowCab 工作档 我们现在重点是要存成这一个 它会帮我们保留层层 好 所以特别 特别清门 稍微注意一下 假设我现在 我叫做财政部 2019 1030 Dash 云端8票 第二个档案 然后点选 OK 好 你看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这三个 那当我今天我去再入 再入 就是我去呼叫之前曾经做好的 就是我刚刚的那个档案是不是放在低止别机数位行销 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个档案 财政部这个 PCL 这个档案 所以 你 假设我现在 我一样 我先去再入其他的影像 好 我现在是不是要重新再去再入 之前曾经做过的 所以点选再入 再入 刚刚在 Picture底下 这个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然后点选 OK 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层都会在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件事情 如果你把它存成JPG 它就整个合并在一起了 所以你要把它另外存 就是日后你还要再做编辑的话 那就请你一定要先把它存成 存成什么 存成这个PCL 所以档案 另存新档 请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影像类型 你要存成这个工作档 这叫FotoCap工作档 可以吗 好 因为很多同学他说我清晶库做好的图层到时候不见了 不见他怎么再叫出来 他就说 因为他 因为我就回答他说 因为你不是存成PCL 好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 现在我想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去晚一点 他这既有既有的 例如说 模板 模板 好 例如说我们现在再入财政 重新再入财政部的那一张图片 所以请便档案影像再入 这个 裁切好的影像 裁切好的 裁政部 裁切好的 这个影像 OK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是一张 裁箱部的影像 我们来去看 套模板 套模板的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把我们制式化 已经做好了很多的一个作品 假设你今天你要去做一个封面 封面 你看这边他是不是就有一个叫做time点 这个 这应该是PCP PCP 也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像一本书的封面 你觉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它就像一本杂志的那个封面吗 对不对 好我们来去改一下 怎么做 这边又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请问你 希不希望到时候去修改 修改time 变成 例如说好了 裁讯97期 或者是财政月灘 这样子一个名称 你会希望改这些字吗 对不对 所以请问一下 你是要点什么 你是要点这个OK 没错吧 一定要点这个OK 可是你要先把这个打勾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他说你要回到photocap 现在我们在另外一个视窗 现在我们在套模板视窗 就是另外一个小工具 所以你既要回去photocap 你要先把这个地方打勾 他说回photocap 主画面时将套上模板的结果 物件化 既然它是一个一个的物件 请问你到时候time 是不是可以修改 还有这个byphotocap 6.0 这是不是也都可以修改 好 所以记得这个要打工 就只有这个关键 然后OK 接下来请问一下 我要修改time time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说你要修改字 我是不是要先点到这个图层 然后我们来叫做财政月刊 好吧 好 所以怎么样修改它 当你点选到这个time 然后请把这个字改掉 或者是你改这个物件属性设定 好 财政 那你一定会说 这个字太大了 太大我就缩小 缩小 你可以在这边打字 你也可以这样子 你就缩小 好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这个地方好 假设我就是要叫财政月刊 可以吗 好 那下面下面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其实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快速点两下去进行文字 就是这个物件是文字嘛 文字物件属性设定 好 你就可以把它改字了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这里面有几个主题 好 云 云端 发票 Enter 刚刚我们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什么资金啊 海外资金是不是 海外资金 好 最近好像在收一个地方税 对吧 地价税是不是啊 地价税 好 假设你就打三个这个主题 可是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刚刚那个字都靠左 靠左边 对不对 现在这字呢 你想要去做一些什么对齐啊 什么 这边你并没有看到嘛 那所以你就变成 必须要在这里面找 这边有图层 字形 字形面找 靠左对齐 还有还有像这个字形有看到哦 字形它用的是impact 好 快忍不住了 等一下一定要赶快介绍这个字形 好 这个微软正黑体 微软正黑体 好 然后点选OK 可以了解哦 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出一个杂志的封面 那我们现在先来去下载一些反体中文字形 至少下载个三四号 然后让我们上课 这些字 你不觉得吗 这个字形 我觉得不太好看 标改体 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常看到标改体 那在美工设计里面 就是会用很多种不同的字形 那我们来去先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所以在套模板这边 你还可以再去修改 我们晚一点再拉回来再继续介绍 这个 这个影像物件 请你们到时候自己去创造出来 因为只要是杂志 它应该都会有一个条码 扫条码 QR库 好 那我先把这个档案另存 为了将来你还要再去做 这本杂志的修改 所以你要把它存成PCL PCL 例如说好了 你这一次你叫财政月刊 例如说97期 那下一个月是不是又会有财政月刊 98期 对吧 所以像这种 这个就叫模板 同意吗 这就不叫影像了 可是这个模板 其实它就是为了让你产生影像的 好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财政月刊 然后点选这个 档案类型一定要存成PCL 然后点选OK 因为你既然 你既然会有做财政月刊 那是每个月都要做一次 所以它就有什么第几期 那请问可不可以在这边 在这边显示什么第95期 可以啊 你就直接再用这个物件底下的文字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Photocap先最小化好不好 好 好 我们来下载几套那个中文字体 中文字体 好 首先我们当时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 假设 假设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什么字体 可以下载 就是假设我都不知道 那请问一下 你要如何找到可以下载的字体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先打关键字 中文字体 对不对 请问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下载这个动作 所以在这个地方 输入下载 有没有看到 你觉不觉得这个免费很重要 对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还有繁体重不重要 重要 我就是不要用简体啊 对不对 好 所以 所以你绝对不是第一个提问 这种问题的 可以了解 好 点选这个 中文字体 然后下载 而且要免费 而且是繁体 首先 首先这边 可以看到有一个 叫做什么 超多中文字体 无需注册免费下载使用 对不对 有什么 统统体 娃娃体 个性化特殊文字 好 这边是有97款中文字型下载 它叫天天风 它叫天天风 可是我想推荐你们用那个 Google的 因为Google公司它也要 让很多 让很多 就是 例如说让我们来去使用 所以它也做了很多种 免费的中文字体 奇怪 它居然不在最前面 叫什么 要收费 或者是那个 桶桶体 娃娃体 很漂亮 没错 可是我觉得那些可能都会有版权的问题 我觉得 所以我建议是用Google公司它开发出来 然后这个是这种免费字体 那稍微看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今天要去下载 它这边它会有写下载 那请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繁体中文 Note2 Sense CJKTC 好 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我要稍微注意一下 Note2 这是Google公司 它刻意 它刻意要叫的这种字型 然后Sense Sense 是什么意思 我们 我们来看那个字体里面 像 我先把这几个字 它是正黑体 我先给你们看 什么叫做新性名体 跟标凯体 标凯体 好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如说 像这种字型 这种字型 一样粗 不管它开始结束 它都是一样粗 好 开始跟结束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粗 或者一样细 那这种字体 你有没有看到 它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粗 末端它是细 它是尖的 可以吗 标凯体 那这种字体呢 其实也不尽 它为了就是做美画 所以它就是 开始 有的地方它是粗 有的地方它是细 甚至在同一个笔画里面 它会有 先是粗 后是细 或者是先是细 后是粗 这种设计 我们讲设计 好 那其中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sense 什么叫sensory 这个sense 这个sense 是男生穿的衬衫的那个衬领 这个衬领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看嘛 做衣服就 就是 它还要修饰边的这种东西 这叫做sense 好 佛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你至少要知道那个traditional 就是繁体中文就对了 你至少要知道这个繁体中文 然后 在接下来 这边有看到吗 sc 所以我们下载tc就好了 不要下载sc 因为这个是简体中文嘛 所以 首先你要知道 你就去 你就去那个node2网站 然后 这边 然后输入什么 node2 的sense cjktc 你就可以去下载 你就可以去找到 因为它这里面有非常多国家的字型 好 那我们现在就到它这个地方 好 所以我们就直接到这个 这个网站 搜寻到 搜寻到 找到我们要的免费字型 所以这边点选免费字型 然后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搜寻 你看这边 原石黑体 原石黑体 还有这种字体 什么IKEA的沙发字型 免费下载 台北黑体 台北黑体 好了 我们就先下载第一格好了 这个node2就叫思源 有有建于这个 所以它 所以这叫思源 思源字体 好 我们 我看看 怎么去把它下载下来 我想我一个人下载 然后放在 放在我的那个范例里面 再去我那个范例里面下载好了 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快 这个 这是手写体 免费 轻松手写体 它的字体就是长这样 这是不是看起来像那个手写的 在我们设计的时候 它是需要做这些事的 好 那我就先去做下载 这叫node2 我直接开一个 node2 然后sense cjkpc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有 有软体下载 就是google node2 funk 按这边 软体下载 下载思源黑体 好 点它 然后这边下载 繁体中文 点这个 然后它现在就开始下载了 总共116Mb 116Mb 可以吗 这样知不知道 因为有这些漂亮的字体 我们做出来的图案 做出来的那个美工会比较漂亮 好 晚一点我再把它放上去 因为也快了 剩下一分钟 请问一下 google公司为什么这么好 想要去做那个繁体中文 让我们免费使用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其实它有点变相的 像例如说我不晓得各位知道 google suite 它一个月要花15块 你们现在所使用的那个 google云端硬碟是不是不用钱 15G 超过了 是不是要开始跟它买空间 那就要花钱了 对不对 它等于说前面先让你一直用一直用 你到时候假设用到13G 14G 你会不会为了 就是某种原因继续使用 像我的中华电信电子邮件 他说好像10Meg 电子邮件10Meg 不用钱的 好我就开始用 问题是已经用了20多年 10Meg怎么可能够 后来我就买到100Meg 那每个月 例如说要缴个 缴个几十块的样子 这样了解吗 因为我就不可能在那边一直换电子邮件 而且已经用习惯了 好 真的久了以后 你用习惯了Google的成品 久了它还是会跟你收费的 稍微再等一下 剩下50秒左右 记住这个 诗原字体 这是我比较推荐 我比较推荐的 那至于其他 还真的还有什么 王瀚中 自行 好像他们现在官司都还没有结束 王瀚中老师 他是一个中原大学的教授 他就是他开发出来之后 让大家来去使用 那他会认为就是说 他免费让别人使用是好事嘛 但是那些做字体的公司 他就认为说他的权利受到侵犯 就像 可是我等下放到Google 让你们大家再去跑 那速度会快很多 你只要 好 我再重新讲一次 如果你回家你就一个人下载 我觉得这速度是OK的 好 各位 我现在是不是要教你如何下载 Google公司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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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绝对背不起来 我没有要叫你去背 其实你只要打Google的Note 2 就可以找到了 这样了解 为什么它要叫Note 2 私缘 它为什么把它翻成Note 2 我不晓得这个意思 但是这是Google公司免费提供出来的 繁体中文字型 我觉得至少你可以用很长段时间 而且不会有任何争议 比如我们在冯家习惯 我们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Google Note 2 然后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它应该就可以去做下载 但是这里面下载会包含所有的 什么韩文 所以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去输入 你看这边 Note 2 Sense 对不对 有Sense 有Serif Serif 就是无称底 无称底的意思就是 它没有 像那个正黑体 这就叫无称底 好 那这边是不是有很多 其实你在这个地方 重点是你就打C J K 然后 反体中文 TC 我要下载就是这一个 这样我们了解 现在在的地方叫做Google 官方网站 我刚刚那个地方下载很慢 那是在什么软体网 在别的地方 可以吗 重点是其实反正要下载这个 我刚刚你记不记得有100多Megas 就是这个档案 好了我现在把它放在那个我的范例 范例那边 你只要重新整理 应该就会看到这一个 Note 2 Sense CJKTC 稍微等我一下 我放好会立刻跟你讲 我看不看 我刚刚是放在下载 下载的这个 等一下 CJK好像是Chinese,Japanese and Korean 因为像你去看那个有些日文字 它里面就有版体中文 那个你去看韩文字 里面又夹带一点那个 就是汉字 好,那麻烦请你们就是 去重新整理一下 就会看到这个范例了 就是请你到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 点阅 然后到这个数位行销素材制作 范例下载 如果你本来就在这边 记得重新整理一下 你要卷轴拉下来一点点 哦,他跑到第一个了 他跑到第一个 那就麻烦请你们下载他 这个速度应该蛮快的 好,所以安装很简单 再做一次给你看 就是说,当我今天下载下来这个档案 解压缩 然后产生了这个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 你只要选到自行档 然后滑鼠右键安装 可以吗 这就是整个下载到安装自行 然后安装自行完毕之后呢 请记住你的Photocap必须要重新启动 刚刚我已经把它存成PC了 所以我现在关掉 好,我现在重新打开我那个Photocap 然后再开我的这个PCL这个档案 所以呢,首先第一件事情 打开我的Photocap 然后接下来去载入 载入我刚刚做的 我刚刚做那本书 在这里 财政月刊 然后点PCLOK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个财政月刊 财政月刊 然后这个文字字形 字形 去找一下有没有 Node 2 把这一套字形 这一套软体不让我去使用Node 2 可是你去打开Word 你就会发现多了Node 2字形 我的意思是说 例如说我重新打开我的Word 对Word 里面有 对Word 里面有 你看一下我这边 我们这个 这个档案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字体 你要去找NO 这边有看到 这几个都是新增加出来的 NO sense CJKTC 有看到吗 然后还有像 例如说 NOTO sense CJKTC Dirregular或是这种 或是这种 它是不是就增加了 这几种 123456 7 8 9 这九种字体 好 挑一种你喜欢的 你看在这个地方 握的是有的 可是 你在这个地方 找不到 NOTO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也没有办法 那至少 至少我先告诉你说 自行是怎么样 去下载下来 还有 使用它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想我们就继续来去看 再看一个模板 再看一个模板 例如说 假设我们重新去载入 刚刚这边是一个 就是杂志封面的介绍 所以在这个地方 载入影像 重新去载入 一样我们找财政部 那个图片 财政部 然后有 财切的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模板 在套模板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阅历 你应该发现这个地方显示是20123月的月历 我是不是会希望呈现的是 例如说2019年11月的月历 对不对 所以记得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勾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勾 所以这边点选OK 然后接下来现在它就变成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像JPG的地图 而是变成一个一个的物件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修改这个月历物件 如何修改月历物件 你当点选到月历物件图层 这个物件属性设定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你可以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这个图层 月历物件图层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去选2020 2019 2019 11月 因为现在已经10月底了 所以我们做11月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2019年11月 我们都设定好之后 你稍微去看一下 你稍微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点一下OK 首先今天是星期三对吧 今天星期三是10月30号在这里 那10月31号是不是在这边 星期四 那11月1号星期五 依次累推 所以这个月历物件应该没有错 好 那接下来是不是有2012 我是不是要改成2019 所以就是这个物件 请把这个2 你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修改了 这边改成9 然后这样子是不是就改好 变成我们所要的 好 我要特别提醒你 这是别人已经制作好的样板 你要会修改 变成你自己的 首先 这个是不是我们财政部的图片 还有下面的这个物件呢 它就变成说我们自视化 我要做几年几月几日 我们都可以 我要做哪一年哪一月的月历 我都可以自由去控制 好 没问题 那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物件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假设你今天还要再去做 因为有些人他会喜欢做上个月 跟下个月 就是你要稍微再做修改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再多加一些你自己的创意 然后显示说上个月 或者是上个月跟下个月之类的 你就可以再用这个物件来增加月历物件 好 那我想暂时在这个套模板这边 有这么多种 你都 我都觉得说你可以自己去试着玩玩看 像例如说 这个滤镜的特效 或者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做一个那个一周刊 像这种杂志的封面 还有像 这也是做一个 类似像月历 好 对不起 像这一个的话 你必须要放一二三四五 你要有五张 我们等一下 还需要再特别跟你讲一下 不然你根本就不会放进来 好 我想这个月历物件 我们先正式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那个这边另存影像 如果未来我们的月历是需要修改 修改什么呢 我换图片 换图片 然后下面的月历物件要换成2019年12月 怎么换 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变成要存成Photocap工作档 例如说叫做月历 记住复杂名是PCL OK 好 因为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要再设定的 例如说那张图片 你这个时候记得在这个地方来去做修改 那现在时间三点我们休息十分钟 三点十分再回继续 这样可以了解 这个字形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说如何去把它下载下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先到 先到Google搜寻引擎 然后其实你去找 你一定会找到王汉忠老师 好 就是输入王汉忠 然后自行下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他就说什么免费下载 完汉忠48套自由自行 好 然后然后他说 他是由中原大学数学系王汉忠教授 所研发捐赠采用GPL授权免费使用 给免费给谁呢 缺自行的人 请问你我算不算是缺自行的人 因为前面有没有看到免费 这边已经写了免费嘛 免费 好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下载 还有这些字型 这些字型 长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下载 下载跑去哪里 刚刚我点好坏 就找到 应该在上面 上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边安装方式 自行下载按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这个地方 档案下载 档案下载 好 那我先把它放在网路上 一样放在那个范例里面 我就让你们可以去下载 它也是一个压缩档 范例 范例 我一样放在范例这个地方 这个范例叫做2014-0217 当你也可以从网路上下载了 我个人不太喜欢从冠达人 那边下载的意思是指说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广告 让我们有时候在找那个下载 会花一点时间 而且有时候会不小心点到那个广告 因为包含那个就是连就是请点我啊 这些都有放在广告里面 好 所以所以我比较喜欢到 例如说官方网站来去做下载这个动作 好 然后先把它下载好 那因为漂亮的字型可以让我们的美工设计加分 所以应该要多多少少有一点字型档案 那因为我们是学美工嘛 所以我建议你就把那个王汉宗老师的字型带着 那里面还蛮多漂亮的字型 再稍微等一下还有一分钟才能够整个上传完毕 这个档案有点大比 比刚刚的来的大 因为刚刚只有九套 这边好像有二十多套 四十八套 这边有四十八套 什么立朱 凯朱 行朱 几乎 几乎都包含了 还有包含加注音符号的 我这边我还是要讲一下 数学系还蛮厉害的 数学系 真的数学系 好 那麻烦请你重新整理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201402171232540 这个压缩档 好 那如果你明天早上还要再使用的话 就要麻烦请你再去把它抓下来 所以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先把它放到 低词叠基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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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好了吗 下载好 接下来有点久 那我继续教那个安装 因为我觉得这个补充说的 你们有空之后再去做一下 因为真的我们要设计出来一个好看作品 建议还是多多少少要有一些那个比较漂亮的字型 好 那画面借我用一下 我们来再观看 例如说当我今天我有了这个字型 那我接下来我应该就要去安装 安装其实方式还蛮简单的 就是滑鼠右键 这个本机端是这样子 好 例如说在这边 我刚刚已经把它挤压缩出来 这个2014 0217 好 这个资料夹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种字型 所以你就选第一个 其实你也可以先观看它 观看它就是预览 预览 这就是第一个什么 新潮体 波浪 好 我说 我觉得那个 数学教授 数学系还真的蛮厉害的 就是你想 他这都是用就是 就是数学的方法 来去实现的 然后接下来他还是要写程式 然后可以把每个字才做成这种漂亮 好 例如说 微风迎客 软雨半茶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 它上面都是有中空 好 那滑鼠右键有预览 当然就会有安装 所以你就只要点安装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一口气把所有的字型 全部都选到滑鼠右键 点安装 我们就可以进行字体的安装 那安装的速度还蛮快 只是下一次来上课 你可能又要再重新再做一次安装动作 好 就提供